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水又轻便 简单俐落的设计风格 不仅如此 它还可以轻易的切换胸背以及脚背的背大方式 当然 它还有个小细节 骨筋的磁扣 一吸击合 简单不偷拍 跟上你的车速 快去买康可药包吧 好的 今天来到试驾车业 找老板 就是要来改车啦 那今天要改的东西很屌 花了很多钱 买了超贵的后照镜 这东西呢 我其实想买很久了 最近 觉得说 不骑它嘛 那也要改它 你知道 玩车就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我的后照镜 有点大 有点丑 就是你会看到有些人把后照镜拔掉 非常的帅 但是身为一个机车的YouTuber 是不允许的 好不好 所以 跟大家讲一下 你看 改后照镜呢 它最麻烦是什么 它有方向灯 所以我们等一下呢 会跟大家讲我们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改装品 然后重点就在于 要把这个东西换成超帅的后照镜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要2万块 超贵 我们来开箱一下 好的 我们就是趁老板在准备拆装的部分呢 我们先来开箱一下 这东西 跟你讲 这东西厉害了 来来来 方向灯 Rizoma的 还有这个全新的 这个东西呢 是有故事的 最近很红啊 就是Rizoma出了一个后照镜 那说实在呢 这后照镜它帅 就是帅在哪里 好 我先跟大家讲价钱 这个东西呢 加这个后照镜 这个方向灯很小颗 小颗的再加这后照镜 应该要快1万5台币 然后 今天我还有准备一个什么 就是 当然你知道 伟大了我的祖父 这个呢 听说 买起来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这东西 1700 所以呢 我等一下想要拆开 跟大家比较一下质感 哦 就这样 哈 打开 等一下 这一定要用iPhone牌 老板 这一定要用iPhone牌 来 打开盒子 就这样两支 就这样 然后这两支呢 很简单 就Sony 不贵 12000 就12000 12000 也13000 再加这个1000多 2000 15000 就这样 就这样 好 那我们直接来看大陆的好了 既然都拆了 好 那我们直接来看大陆的好了 好 那我们直接来看大陆的好了 来开箱这个大陆的之前呢 先讲一下 For High Speed Only OK 来来来 1万多的 1700的 哇 现在看不出差异耶 是比较小支吗 有啦 比较小支啦 有啦 比较小支啦 然后 纹路 重量 它这个镜子 乍看之下当然 这个光泽度 质感稍微好一点 然后多了这个 Rizoma的logo 然后我们来实测一下 它弯起来的感觉 OK 各位 这是Rizoma的 它基本上是装上去呢 它就变成定峰翼的样子 就是很帅的定峰翼 但是它其实呢 它可以这样凹 看到没有 这样凹 就是它可以这样凹 然后就可以变成后视镜 哇 来来来 大陆的 1700的 就是 它就没有那个阻尼感 你知道吗 就是很廉价的感觉 但是 就只有这个差别 目前为止 好不好 这个感觉呢 它就是 真的蛮用力的 它那个感觉是 像线性的 OK 然后质感上面呢 你看大陆的就直接 就有那奇怪的声音 质感上面呢 CNC的工艺肯定是有差的 大小上面呢 好像是差没太多 有差一点啊 而且重量 其实差没太多 这个就是大一点 所以重一点 但是它这边是一体成型的 它这边 它这边底座是一体成型 但是大陆这边呢 它是要另外 再加装一个底座 好不好 所以一体成型肯定是比较好的 但是这个贵的应该有1万块 两支 差1万块 你们怎么想 好 那我们先去看一下老板好不好猜 1万块的后视镜 它这个直接下去 老板这样就装好了 真是方便了 直上直上 价格取决一切 价格取决一切 是不是 你看 它这个底座呢 就是已经弄好了 整个都是感觉很坚固 然后这边也锁好了 镜子还有帮你贴起来 有沒有 remove before ride 但是 带到来 看一看 它这个 你还要塑 你要把这两个结合 然后再锁 然后这个呢 好像 它附的螺丝很奇怪 它没有像它那么长 它只有附这种短短的 所以其实我不知道 到底可不可以 但是它很贴近什么 它给螺丝胶 好 哼 有心啦 好不好老板 那现在呢 老板先测试一下 我们的这个 Rizoma 2千多块的 小奶头 如奶头一般的方向灯 那因为原厂呢 它有方向灯 我看到网路上的图片 它们都是把方向灯 那小小方向灯 塞在这里 塞在两边 那等一下就是 看老板要怎么弄 这样子 好可以先跟大家讲 我们要有问题 那其实这也有一个故事 就是其实Rizoma 这东西 当在我刚玩重车的时候 基本上每个玩重车的人 很爱改的一个精品品牌 它是一个很顶的套件 改装品 就是那种比较饰品啊 防导球等等 很多很多 游杯啊一大堆 但 自从 老板说的 老板说的 自从呢其实大陆那边 开始比较多 这种 CNC 同样CNC的 防导品 毕竟呢 价钱就是 看到没有 这个1千7 1万2 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呃 他说其实很多车行 很多店家也比较少进 所以我其实 我的Rizoma是跟 网路上买的 那 遇到问题是什么 方向灯 它其实还有个支架 要900块 就是一个小小L型 然后用黏的 所以呢 现在问题就是在于 我不知道 我以为这个方向灯 会附支架 就不知道 因为他说 没有 等一下我们可能用土炮的 用支架去锁 希望等一下老板可以找到一个支架 可以让我去用 然后可以直接锁在上面 只能说 有时候自己网路购物 真的就是比较麻烦一点 你看 肉买的东西了 等一下看老板怎么弄啦 好不好 Let's go 看到没有 现在老板呢 正在土套的 做那个铁支架 就是要钻洞 然后钻洞呢 钻出这一个 这一个宽度 然后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 套在里面 然后另外一边呢 可能把它折着 折着 然后锁在壳上 或粘在壳上 好 来老板 搞定了 大概就是这个模式 哦 诶 这样还蛮刚好的 漂亮喔 而且呢 我们还特地喷黑了一下 好的 我原本想说 它很小颗 结果干 超亮的 来我换你广点的 知道吗 这个很远很亮耶 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多小一颗 大家肯定忘了 这么小一颗 这么亮 不得不说 这个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 还是说其实大陆的也可以这么亮 我不知道 但既然我花这么多钱 买Rizoma 我一定要给它一个 好的credit 就是说 你看这么小颗还这么亮 所以 不要说 看看你改这没有用 我觉得它真的还蛮亮的 好不好 OK 终于装完了 不知道各位觉得 质感如何呢 终于装完了 然后最后的开光仪式 开光仪式 开光仪式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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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舒服 漂亮 看到没有 962 没错 没错 换完机油了 是的 我的R6 终于要破千了 说来讽刺 改了一大堆东西 结果还没破千这样 当然啊 看到这边 我觉得还是要问一下各位 刚前面介绍的 大陆的这个 定封翼 定封翼后照镜 跟Rizoma 价差这么多 15000跟1700你会选哪一个 那当然 呃 其实真的讲我觉得 大陆那个就是 你真的要打好螺丝胶 全部都要锁紧 甚至它那个 螺丝也不是做好的 这是大陆的 看它光泽有没有 一个比较亮 一个比较霧 然后呢 它这不是直上的 它这不是直上的 所以 现在是这两个孔 对于这个金属的孔啊 它是一样大的 可能要把这个拆下来 然后把这个拿下来 然后可能是 再用它的原本的 另外的螺丝去对手 乍看真的看不出差别 但是为什么它附螺丝胶的时候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它这边 它不像Rizoma 直接已经做出来 两支螺丝了 它这个是要用锁的 你看这边 这个 所以它这个等于说 其实久了 你假如螺丝胶没打上去的话 你可能你的 定峰翼啊 你那边有可能会这样转 你知道吗 有可能会这样转 所以我觉得 到目前来看 的确是一分钱 一分货啦 最后呢 好不好 既然 我买这旗子 就是要让它知道 到底差别在哪 假如真的 诶干一样 那我以后就买这个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 还是有点差啦 不过这个呢 我也用不到 所以呢 在影片的最后跟大家讲 你看到这里 你想要是R6车主 麻烦下面留言说 我是R6车主 我想要 这样子 你就可以有机会 好不好 我们就来抽一下 把这抽掉 1700送给大家 送给观众 那当然你假如是会员的话 优先优先 OK 那基本上呢 这集的花钱改装就到这里 有时候是这样 人生压力大 玩车就是这样嘛 花点钱 舒舒压 改改东西 让自己帅了一匹 这样子以后呢 就不会有很大的后照镜 挡住我的帅气R6头 但是呢 又有后照镜可以用 是不是 完美 最近这东西很红 所以我真的很好奇 花了一大笔钱 来改 那最后问一下你 你觉得是你 你会选Rizoma 还是大陆的 在下面留言 好啦那基本上 这集的康则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影片 麻烦按赞订阅 按赞订阅 按赞订阅 可以订阅小铅按下去 可以看到过 开机车的影片好不好 那还有什么R6可以改呢 麻烦留言推坑一下 OK 掰 ências 点编振 字幕里面